我能想到的 你们都想到的 我没有想到的 你们也给我想到的 最后我给他们总结的 人家的那个房车的厂家的算机里面 我们看了很多 这家这家看了以后 就是一个统一的东西 就是在平面上面做稳扎 就是小小的发布了十个平方里面 这个里面做稳扎 我可能说房车里面几大功能 这个大家是少不了的 一 驾驶公司 第二 要有货客厅 第三 要有卧室 第四 要有卧室 第五 要有出华 第六 要有储物的地方 这六个空间一般的房车厂家来做 就是把它平均分成六份 最多就是哪些 大一点哪些呢 比小一点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被迫使得我们做饭一下 只能出来做 不可以 不可以 就不能出来做 因为它只能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一样都不能做 那么飞行房车的奥妙在哪里 也有跟他们讲 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 非常好 它的利用它不是平面的 它是立体的分量 它是通过 通移 上下的移动 悬着 或者翻车 那么多种途机 把它全部能整 然后一一给他们展示给他们看 已经说 我就给他们说了 你们刚才看完了 这一看我给你们说一下 我们不是把驾驶座转到后面了吗 四个对着了 我说你看现在那个驾驶座 在这个位置既有驾驶的功能 也有客厅的功能 对 床一降下来还是床的一部分 也有它的功能 就是这一小小的一点空间 可以通过力气的用 三眼空间的用船 其他地方的用船 我们帮称属给他们解释的 另外又举了个地址 厨房 我不是那个 座房可以翻开 就是一米二的船 我那个车 当时在厂里面 我加了一个小翻板 翻出来 从上面往下翻 从上面往下翻 那个灶台我跟他们说 有一米八 上面吊骨也放下来 又有一米 两米八 这个风板一翻过来 一米二 这样就有三四米了 而且是一个二星的 对吧 我说你摆个大餐 我安静地摆得下 现在又来看 那么我们这个客厅 又是客厅的功能 也有储房的功能 还有上面放下床的一部分的功能 是吧 这三眼空间站起来 人家这个怎么不搭 所以他们看来 确实 分享的设计里面 谢谢 哇我听你说这一番话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我也起鸡皮疙瘩了 果然是遇过的人 他的体会更深 今天我们说实话 介绍的都是比较表面的 我们体会了以后 另外还给他们说 我的朋友们一上来以后 你们随便看 随便看 他们就随便看 看以后问一下他们感想 感情怎么样 感情怎么样 好像 跟那一句差不多 老子红床 重床 上架床 差不多 好像 我说你们可能看到的不到百分之十 我慢慢给你们讲 我慢慢给你们演示 你们大吃一惊 结果他们看了一会 就是大吃一惊 我重点介绍了你们的这个厨房的事情 厨房呢 我说一般的设计里面 和飞翔的时候完全不同 一般的啊 一点不同 第一个 能在外面坐 尽量在外面坐 我在家里坐 飞翔是反的 能在里面坐 一定要在里面坐 我在外面坐 一个 第二个 其他人 实在没办法 要在里面坐 只能坐在里面 用点简单的 油烟的就不能乱 飞翔的这个 我随便坐 没问题 这给你说反的 第三个 你迫不得已 要在里面坐 一定要把门窗那些打开 让油烟那些 往外走 所以在房间 恰恰相反 把门窗全部要关死 要像一个铁筒一样 大家就不能说 那这个也要往哪儿走 我给他们表演 你看 你把青铃系统打开 呜呜 直接就 然后把这个 灶台一降下来 有人看出来 噢灶台降下来了以后 离那个 要近一些了 我说这个倒是你看出来 上面还多了一个平台 可以放物 我说最关键的 还不在这儿 最关键的 油烟机一开 这里面就在吸 形成了什么呢 哦 负压 有的人老是说那块的 哦 这边是镇压带进气 这边是负压在往外走 我说大家想一想 那个烟纸 可能乱串乱跑吗 只可能我这个里面坐 大家就亲了目睹口袋 我说我们做个实验的 我们炒腊 炒腊 炒腊 只能有烟 我一个朋友他不太相信 那你就在车上 你来坐吧 就把门那些关好 他就在里面坐 弄了番茄炒鸡的吗 还是啥 弄了以后 最后我回来问他 你感觉怎么样 两个感觉 第一个 我什么味都没有闻到 那些全部出现了 第二个 绝大多数炭是过程 绝大多数的烟 都从那个油烟 油烟机里 可能偶尔有一点点 它开始非常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基本上 你看他们就在 上一次你们来拍 说那个红烧肉 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吃 是 有一个吃 上次做红烧肉 然后并且回去了之后 但是还在我们车架下边 留了好大的 用车架权 说车架权就是大哥 我做的 哦 你那个截图 我还留了很久 留了好长一段 我回去以后 就把夹权 按照他的要求 按照上面 就说我给你们继续 给他 好的 完全喜欢大多 然后凡是到我车上来的朋友 都问了他们有什么趣味 有什么感觉 没有 没有任何味道 没有任何感觉 感觉好 就非常好 现在我们的车 就是水啊 电了那些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 好像比人家的回旋 一力很大 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 好像不太选择住车地 就是只要哪里停到这 不影响交通啊 比较安全的地方 就可以住下来 自己生活做饭 一套全部在家里都 都不用轻人了 另外它的隔音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有的时候住在大车房的时候 电商人起来 这些大车什么时候走的 我们也不知道 有的时候停在路边 可能有的人看到我们停在路边 也有一些车也在我们那里停 电商人起来 怎么说人起来路的车 我们也不知道 这来我们体验一个 另外就是空调的事情 空调原来花花介绍过 说他们有的容量 现在我们的空调 昨天晚上我也用了一面 百分之八十几 用了百分之十几 空调真是很神奇 因为它的功率定位 功率不是很大 这个用空调还要有技巧 要有技巧 整个车用这个空调 它好像是有点拉不动 我们用的时候 在一般我们行车的情况下 行到车以后便很满足 那就打开怎么用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主要是晚上睡觉一下 晚上睡觉 那个帘一坐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门的 那个里面打开以后 先把空降下来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着睡眠 很好 或者说从那个主妇家后边 和那个地方 再加一个 因为前边的主妇家的玻璃 有的时候会透光 所以说从那个地方 跟你说 现在我做了一些改进 你说 你去看一下我车 我专门做了 我们叫做口罩 就夹在两个车面底下 然后又做了 你们那个不是做了一个帘子吗 你们做了一个帘子可以改一下 你们那个帘子是一个大棚帘 对对对 我是把它中间离破 对开的 中间离破两边定死了以后 这边可以打开 要用的时候还可以再过来度驾 这边也可以 然后中间弄过来用那个 那个时候 我站上 一会你可以到我上去看一下 这样的话两边都可以用一举几的 开车的时候两边正复架都可以遮挡一下 完了以后又可以关键了 注册时间长 我再把那个口罩再带上 我能想到的 你们都想到了 我没有想到的 你们也给我想到 这就评价太高了 其实听你说这一番话 我很感动 就是因为我平常宣传飞行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我的宣传给您这一比较就很片面 所以刚才听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想流泪 只有这辆房车的真实使用者的用度 他才能够有这么生气的感受 我一个主播天天在说飞翔 但是这些 别人家造房车呢 是从前面上做文章 而飞翔房车呢 是立体做文章 然后刚才你说到的 旋转 翻折 行移 上下移动 上下移动 你把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归纳出来 我是将数学 哦 原来哦 树叶有专攻 你看 飞翔的这种 包括你们那个卫生间 好多人在卫生间 你看 那怎么这么大呀 我说这个卫生间实际上跟普通房车的卫生间一样大 一样大 主要是那个盆 起来了 所以那起了盆有这么厚 那厚也没有浪费 就是要把马桶 再移进去了嘛 又移了一半下 要用的时候拉出来 他说拉出来以后 又可以旋转山 就是中间位置 确实很强妙 所有的人用了都是说我们的设计非常强妙 空间利用力太高了 我们看中了也就看中了 现在水药店呢 通过我们的用啊 水线是150公斤 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用两到三公斤 正常的情况下不洗澡啊 就是吃啊 用完了煮菜啊 做饭啊 喝水啊 这些可以啊 水和电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走一走的 我们现在是属于旅行状态 就是走一天 住个两天三天 就够了一路 又走了 所以电那些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没什么问题 当然要长期 要驱下来的话 稍微有点拉扯 去年我在新疆 可可托海 我驱了一个月 就驱一下 我就停到一个 可可托海那个矿山公园 可能他旁边有个客户 新疆的太阳特厉害 那每天我的用电 每天都给我 补回来的 都补回来的 另外 它的这个公测条件比较好 就是我们有些烧点水啊什么呀 就在那儿去烧烧水 还是一个月基本上都没有补定 我们在外面好像基本上 基本上我没有在外面吃过电 也没有在外面吃过饭 也没有在外面住 就走了 就吃饭 这就是和我们广州的一个车友说了 他说我提车提了接近两年 我试电我怎么充我不知道 他就没有用过 他说真正跑起来之后 压根就用不到试电 他说车内的电池和太阳能板充那边 现在我通过我的用来 车上有 有一个地方我住下来 你在想我改进 看你对你的眼泪 想要参考一遍 热门气球 一会儿到我车上去看一下可以 一会儿到我车上去看一下可以 可以可以 一会儿到我车上去看一下 有一两个地方稍微改进了一下 看长林这个能不能 那走吧 我们到车上去看一下 鸢器 是 Nice Now 感谢观看